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KS检定 这个K指的就是Komogorov-Smirnov的检定 Komogorov-Smirnov的检定是什么呢 这个是相当于我们在前面介绍的 适合度检定里面的卡方检定 他要想要去检定一批资料 是不是符合某一种分配 那么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去做 但是卡方检定它有一些弱点 他们无法进行的问题 就是说样本太大或样本太小 其实有的时候卡方检定会受到影响 那么KS检定的话 就比较不会有这样的麻烦 那么KS检定的话 对于卡方检定来说的话 不必像卡方检定 假设理论次数在各系格 必须都要大于或等于5 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 这个要求是在卡方检定的时候 这个没有大于或等于5的话 我们还需要跟其他的临近的格子 去做合并 那么这边来说 这个KS检定不需要 它算起来相当的简单又方便 那么它的方向来说的话 这个KS检定适合这个次序的两尺 次序的两尺或以上 那么对于名义的两尺的上面来说的话 那卡方检定就是比较在行 所以它也不是说卡方检定不好 只是说这个两个的用途来说 是有一点点的差距 不过Komogorov-Smirnov的这种的检定 其实也是蛮常用到的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KS 就是这个是简写了 KS的适得合度的检定 我们的做法是按照这样的过程 我们来大概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虚无假设 这个次数分配 比如说常态或者是均等分配 H0都是写的是适当 那H1都是否定它不适当 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是结论显不显著 那么怎么做呢 理论的分配 我们要把这个累进的这个几率要列出来 注意要累加的 那么再过来是 实际分配各阶段也是累加的 我们都一律用累加的相对次数来做 S 一个是F 一个是S 然后呢 再做的就是 每一个阶段 我们都要算它的差 取绝对值 那么最重要的统计量 这个KS统计量是 每一个阶段里面 我们找出一个最大的一个值 叫做D 这个D 然后要去差表 KS的检定表 那么KS检定表 我们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列给各位同学 同学看到这个网址 也可以直接下载 那么这个地方来说 KS检定表里面 有样本大小 显著水准α 找出了连接值之后 这个二分之α 只要是我们这个D 太大 就是检定 拒绝 现在我们进行一个KS检定立体的一个介绍 那么我们把这个题目来看一看 速食店又推出了五种套餐 那么厨师不知道哪一种套餐 比较受顾客的喜爱 那么我们就随机找了十位顾客来试吃 吃了这五种套餐 每一个顾客都吃了五种 然后结果如下 那他们挑一个他们喜欢的 结果他们挑出来的结果 A餐没人选 B餐有一个人选 C餐没人选 D餐有五个人选 E餐有四个人选 好 那么是否有偏好呢 我们先建立虚无假设 一个是没有偏好 一个是有偏好 那么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用KS减定的话呢 要去计算它的理论值 跟我们实测的值 但是注意的是 它跟卡方类似 差别差别在 它是用累进的方式 而且统计量不一样 现在我把这个表列出来 这是人数 假如我们是接受 它是没有偏好的话呢 理论上的值 F的值 这是F值 是理论值 应该是平均的 也就是说 这十个人里面 应该原则上应该是 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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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累进的来说 这五分之一写下去 这也五分之一 那我们要加起来 那是五分之二 再加五分之一 五分之三 再加五分之一 五分之四 再加呢 就是百分之百了 一 这是累进的 这是累加的 后面这个一定是百分之百 现在我们来看 我们的这个 这是我们的相对次数 S S调查的结果 这是零 那我们就是零 这个一代表的是什么 十个人里面 有一个 这边就十分之一 到这边为止 也没人要 所以这边还是 十分之一 到了这边有五个人 十分之五 那就变成十分之六了 十分之六 就是五分之三 我们也记录下来 这个是十分之四 十分之四 再加起来 这当然就是一 这个每一个阶段 我们来进行什么呢 两个相差 两个相差 现在我们来算 两个的差 这边差多少 五分之一 这个差多少 这边是十分之四 所以这边是十分之三 这个一律都是写 十分之六 减到十分之一 所以是十分之五 这两个都是五 那就是五分之一了 这个没有差 那我们的统计量是什么 是这个地方的最大值 这是十分之五 这是十分之三 这个最大 我们就写了 D指的是什么 Maxima F of X 减掉S of X 这两个之间的最大值 那就是多少呢 十分之五 那就是零点五 那么现在到底 这个数字 会不会很大 算不算很大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KS的临界值 以这个题目来说 刚刚都是二分之α 所以我们要用的是 0.025 0.025 我们的值是多少 N是几 N是十 所以是多少呢 是0.40925 我们这个0.5 超过它没有 超过了 大于0.40925 太大了 既然太大了 代表什么意思 有偏好 这个越大 这个D Difference越大 代表什么意思呢 差异就越大 所以顾客对于这某些套餐 我们可以得到了结论 它是有偏好的 那么 以上的这个做法 跟卡方 我们可以拿来做比较 KS的方法的话来说 不会比卡方来的复杂 它比较简单 它只要是取一个最大值 卡方是 还要相减之后 平方再处以 它的一个 期望值 然后再全部再累加起来 那个来说 没有像这个来的那么方便 那么 这就是我们用的是 KS减定的一个 立体 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的是 KS减定 那么是用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相对次数的分配 是否吻合为处理的 一个重点 注意 是吻合 假设母体是一致的 那么我们刚才的那个 两个相减的话呢 它的次数 应该会非常的接近 也就是最大值 不会差距太大 假如在某一个阶段的 累加的次数的 差得很大 超过了我们的临界值 那么我们就可以怀疑说 这两组样本 很可能怎么样 来自不同的母体 那么我们就 倾向于去 拒绝 母体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 它是一致的一个假设 那么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KS减定的一个技巧 希望我们能够 和